记者张文川台北报道 由外资圈第一美女封号的瑞士信贷台湾区总经理邱慧平 前年涉托处理荷兰商艾斯摩尔ASML 诟病股后汉维克案时 曾在家里的预测打跨国电话开会 他的帅哥丈夫玄门艺术中心小开许 邀人偷听到后 于发布重大讯息之前 与母亲一起大局买进125张汉维克股票 套利2420万元 许妖人认罪 台北地院经义内线交易罪 将许妖人判刑一年10月 响刑三年支付公库100万元可上诉 北检去年9月起诉许妖人 同时认定邱慧平与许母不知情 将儿女处分不起诉 但高检署审核后认为侦查不完备 有事正上代厘清 去年10月撤销不起诉处分 发回北检续查中 就会凭尚未安全下庄 至于股市金竹史金生 人头户足配圈及投资公司 董事彭建豪 林耿明等 先前被约谈后 各货检方预令100万到300万元交报 北检业令案侦办中 45岁许妖人审理期间对于犯罪事实没有争执 我全部承认 我一时误触法律 我已经悔过 也缴交所有犯罪所得 希望法官知道我悔过态度 给我缓刑四星的机会 检察官表示应附带条件才能缓刑 许妖人被控于前年6月16日 汉维科兵购案重大讯息公布的前三周 陆续以现金及融资等方式大局买进 120张汉维科股票 虚母罗利珠也买了5张 购病案消息曝光前就先卖出部分股票 其余股票则让ASML一架收购 许妖人在侦查时就已将罪责一件扛 工程师妻子在家中洗手间进行电话会议时 她在门外听到购病案细节与交易模式 并从Tender Offer一纸收购等英文词汇中 获知收购价将一价二成多的内线消息 因此自行决定进场买股 并建议不知情的母亲一起买进 邱惠平则表示 为了保密才选在住处厕所内进行电话会议 不是刻意泄露内线讯息 不知道丈夫与婆婆进场买股 自己也没买股 检方清查金流后认定许妖人夫妇 财务各自独立 没有金钱往来 且邱的年轻家奖金于5000万元 不致为2000多万元设贩内线交易 财信两人说辞 起诉许妖人不起诉邱惠平与许母 但高检署审查后认为侦查不完备 发回北检重启侦查儿女是否犯罪 9 11 11 12 11 11 11 10 12